汗马车一辆辆开进校园 一早化学兵就来到万华的龙山国小消毒 16号台北新增89例本土确诊 其中万华就有58例 俨然成为重灾区 万华群聚案持续延烧 北市就宣布有4个警戒区国小 包括了老松国小 龙山国小 双元国小 以及银桥国小 停课一周 虽然停课但是没有停班 恐怕造成双新家庭的困扰 因为小孩子停课在家 家长却要上班无法照顾 为了因应这种情况 学校也有所应变 如果当家长没有办法照顾的时候 我们这边学校还是要做协助安置 可能我们就要通知该班 该班导师就要在 他就要来学校协助做安置 目前的想法 因为这类学生可能不多 所以因为我们已经启动线上学习了 所以我们也是会在学校准备 相关载具给他使用 学校赶紧寄出办法 如果学童无处安置 可以送到学校来 也会同步启动线上教学 让在家的学生能照样 上课学习 数学课本忘记带 来拿数学课本 准备明天要上线上课 礼拜五就有通知说 随时准备 课本带回家 外国很严重 但是大家都要 我是觉得都休息 学校应该休息 家长们都很忧心 就怕短期内无法解除风险 双美市也在17号上午宣布 高中值以下 包括补习班脱英等 全数停课到5月28号 疫情越加严峻 各级机关只能滚动式调整 TVBS新闻 刘立成李怡婷 台北采访报道 请订阅 按赞 分享 TVBS News频道 要开启小铃铛哦 还有还有下载 TVBS新闻手机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 准备